屏東縣大午山畜牧場 確定有機支感染高病原禽流感H1N2 屏東縣成立緊急應變中心 而在畜牧場內十二萬隻雞 也都全面撲殺 不過我們就回頭來看 關於這樣的一個疫情 其實從去年十二月上旬 就已經傳出這一間畜牧場 有機支異常的死亡 但昨天防檢局才證實是禽流感 因此已經有將近三百萬顆的蛋 都流入市面了 那麼很擔心 會不會民眾已經吃下肚了呢 另外我們就來回顧 其實台灣是在2012年的3月 這個時候首度爆發有禽流感的疫情 那個時候發生的時候 是在台南跟彰化 有六萬隻蛋雞被撲殺 而在之後在澎湖 也是有三百六十一隻土雞 是被驗出有禽流感的病情 那麼直到去年 台北市的家禽市場 則是被發現 有將近兩萬隻的土雞 也是有感染了禽流感 但是都已經流入市面了 想不告隔不到一年 竟然禽流感又出現了 並且這一回撲殺的是十二萬隻雞 這創下了近年來撲殺的史上最高紀錄 主管機關也對這間劇場公司 方圓三公里內所有的畜牧場 都要進行消毒防止疫情失控 屏東縣泰伍山畜牧場九號確認有機制感染H5N2後 預計在十一號前撲殺全養殖場總共十二萬隻雞 屏東縣長潘夢安十號一早成立緊緊疫變小組 下令將泰伍山畜牧場方圓三公里內的所有畜牧場 工作人員全副武裝高雄市台南市以及國軍化學兵 也各派出兩輛消防車加入消毒的行列 為的就是要全面控制疫情 那今天大概我們也感謝這個高雄市跟台南市 他們各派了大概兩輛車 一共四輛 包括這個化學兵群他們也派了兩輛 一共六輛車 我們做法分成六組 那每一組大概有四安到四個廠 我們做一些這個這種消毒 疫情爆發後養殖場嚴格控制人員進出 周圍的四個養殖場也全面封鎖 為的就是不讓疫情再出現漏洞 聯合霸陳沛佑留學生屏東報導